同學我們開始上課啦 那今天老師也有事情 也是由我來代課 那我們就接續上禮拜的12課 我們現在要上第13課 那今天比較著重於在物件識別模型的一些實驗 那上禮拜最後提到的是我們的YOLO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YOLO 那我們就要針對的是 我們整堂課都是針對YOLO B1 YOLO Version1的去做實驗 那當然YOLO還有到V2、V3甚至V4這樣子 那所以23的話就是後面會提到一點點 那我們主要還是針對V1去做講解這樣子 那我們上次提到假設我們一個YOLO 我們一張圓圖是224x224 然後這是RGB嘛 224x224一個大小 那我們經過捲機 那它的Paper上面是說我們經過捲機之後 一系列的捲機 那我們最後會拿到一個高階特徵 會是一個7x7xN 那在我們YOLO部分 最後的輸出 大家還有印象要輸出多少個東西嗎 大家還有印象嗎 那我們上次提到我們最後要有大概5個資訊 然後看你的Class數是多少 那也就是說我們的就是這一格 我們需要給它的Label或是它的輸出是要有一個相對位置 X跟Y的座標 還有它的長跟寬 那這個P0就是我們的這一格是不是有東西這樣子 那後面的Class就是它是什麼這樣子 那我們要看我們的類別處是什麼 那我們在講比較細的時候 我們來假設我們這邊是一個影像 然後這個藍色框是它的物件的中心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我們第一個 假設我們要填的是 這個 它是不是一個東西 那我們這邊要怎麼填 大家會比較有概念 假設這個 假設物件中心在這裡 那這一個要填什麼 鳳鷹有沒有想法 就是我們要給這一個資訊 所以它的Label或是它的輸出 它應該要是什麼 這個絕對位置 那我們先假設我們只填這個P0 這個它是不是個物件東西 就是它是不是東西 那我們要填什麼 這邊是0 那沒有錯 那也就是說這邊相對位置 這邊要填1 其他部分是0 是嗎對不對 這邊都是0 那大家要有這個概念 那其他在填的時候 在我們等一下的Encode 會再稍微更仔細的講解 其他部分要怎麼填寫 那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我們的一個皮卡丘的物件識別 那這個物件 這個任務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我們就從比較簡單來開始 那我們剛才講到嘛 我們的YOLO 我們會有6個輸出 那 因為我們是一個皮卡丘 一個類別 所以它只有5加1 那如果你有兩個類別 假設它有車子跟人 那是5加2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在做這個可信度 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這個P0 就是它是不是一個框 或是它是不是一個東西 那我們這邊是要有這個資訊 那這個資訊的話 它是一個0到1的數值 所以它最後我們要一個SIGMOID的轉換 這樣可以嗎 可以理解 0到1嘛 所以它要有一個SIGMOID 那X跟Y 第二跟第三個我們就是XY座標 那它是一個相對位置 那這也是 它也是一個0到1的數值 那它可以做SIGMOID的 也可以不做SIGMOID的 這樣可以嗎 為什麼它可以不做SIGMOID 因為它已經是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連續數值 所以它可以不做SIGMOID 那後面的程式上 我們都會做一個SIGMOID的Function 這樣可以嗎 那再來是X軸跟Y軸 就是 不是X軸跟Y軸 是寬度跟高度 那 我們寬跟高 它的長度 一定是大於0嘛 它必須要大於0嘛 對不對 假設它是 它的長寬高 這是相對 它的比 它的拉框是1嘛 那它其實真正的框是 可能5倍或是幾倍 那我們是給它一個倍數 那它可能會是無限大嘛 它的長度跟寬度會不會是無限大 假設它是1 這個紅色是1 那它是不是可能會超過於 它可能數字會是無限大 或是它是小於1 那所以我們在寬度跟高度的部分 我們會先給它就是原始的數值 然後再做一個指數轉換 就是SHLOG 那它可能就是 它就變成 那個 呃 就是 負1到1之間嘛 或是 它會大於0 那它可能是負1到 它經過轉換之後 它會可能有負數 有可能正數 正數的話 就代表它是大於1嘛 就是exponential完之後 它可能會大於1嘛 那如果是負數的話 它就是小於1嘛 在原始的數值的時候 它的長寬可能就是小於1 這樣可以嗎 那再來是類別的話 我們在YOLO Version 1的時候 假設它有N個類別 那我們可以做Soft Mass Soft Mass就是 假設有人跟車子 那我們 假設這張圖有人跟車子 那在這個部分 在這個圖 它的最大機率是什麼 哪一個是最大機率 那在YOLO Version 3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SIGMOID 我們也可以用 全部改成SIGMOID的輸出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多標籤 那如果假設我們一樣 是人跟車子 它的SIGMOID的機率 出來都是大於0.5 那我們就給這張圖 就是它有車子 也有人 那它就可以做一個 多標籤的無件 那我們在後面也都是用SIGMOID 因為這個 這個會比較好 這樣可以嗎 那為什麼我們在 剛才講的我們的X跟Y 是要有一個相對位置 不是一個絕對位置 不是一個絕對位置 那 這個相對位置就是指 我們是用這裡的位置 就是這個框 我們用這個 假設我們是這裡 這是一個7乘7的 但是我們用的是 把這裡當圓點 它的位置 中心位置 在哪裡 它的相對位置 那為什麼不用絕對位置 那為什麼不用絕對位置 就是假設這是 7格 7跟3 為什麼不用絕對位置 球友有沒有想法 為什麼不用絕對位置 我們在捲機的時候 我們通常 我們是只有一層 就是一層捲機 對這個圓圖做捲機 但是 我們要去 換個方式去理解 就是每一格都是一個捲機 每一格都是一個不同的捲機 在捲機 但是我們其實實際上 是只有一個捲機 對圓圖做一次掃描嘛 但是我們的權重都是共享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捲機 我們不可能看到這個資訊 這樣可以理解嗎 我們不能看到這個資訊 所以我們是針對這個框 去做一個預測 這樣可以嗎 那再來是我們的高度跟寬度的輸出 我們在就是我們的Model Arc Teacher 我們不做RELU或是指 就是不在那個架構裡面 做RELU跟指數轉換 這是為什麼 反而是要在前面 要先做指數轉換 那是因為我們在 如果是我們原始的高度跟寬度的話 它的樹枝會很大嘛 那在傳遞梯度的時候 它會讓它的梯度爆炸 那你就沒辦法做training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就是 開始就是我們來做我們的實驗 那我們這邊是先用 我們的Pretrain Model 是用MobileNet V2 去做Pretrain Model 因為這個Model比較小 那我們等一下訓練會比較快 但實際上你們之後 在做這個物件識別的話 你們可以用一個ResNet 50 或是120的Model去做 那這邊等一下 這邊可以去下載它的 就是我們要去下載MobileNet的 這兩個檔案 那這邊有講 這邊有講我們在 就是我們Input 你的圖 要做一些前處理 它這個每一個 我們是RGB 那每一個RGB 前面都要加一個 這個R可能第一層 它的Array 第一個Array 要加123.68 那第二個Array 要加116.78 第三個Array 要加103.94 那這邊就是剛剛我講的 我們等一下 在做圓圖的時候 我們這邊要 要去做一個處理這樣 我剛才講錯了 是要先用減的 這樣可以嗎 因為那個老師在Train的時候 它的前面前處理 就是這樣的處理方式 所以我們在用 別人的Pre-Train Model的時候 要先了解 別人的Pre-Train Model 在做 就是Data前處理的時候 它是怎麼處理的 那我們等一下 就是先使用這個Model 然後去讀圖 然後看一下 它的 然後我們去看一下 MobileNet 預測的效果如何 這樣子 那我這邊已經先貼好了 我們先把圖讀出來 那這邊就是 我們把它Image 繡出來 它就是一個貓 那我們就是用 我們的MobileNet V2 去看一下 它的 預測效果如何 那可以看到 確實 這個MobileNet 它預測的貓 它是預測貓 那它是 預測百分之百 那它其實也蠻準的 雖然它 Model很小 那接著 我們就是要寫 我們的Model Arc Teacher 那 我們這邊就是 用 我們就是用 MobileNet 去做Pre-Train Model 就是做轉移特徵學習 那我們是從 這個 Convolution 6 然後 某一層 去抽出來 那 它抽完之後 我們這邊會有 有三個 那這邊有一個 DW Convolution 的Function 還有一個Convolution Function 還有YoloMap的Function 那我們先貼上去 我們再仔細看一下 它裡面細部在講什麼 先執行到 這邊 那我們先看一下 假設 假設我們要抽哪一層出來 我們就是用這裡 先去看 我們要用哪一層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是用 幾乎是最後幾層的 的 Layer把它抽出來 那前面是固定的 固定的 固定Shape 固定它的Wate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抽出來 假設我們用的 DATA的大小 是用256乘256 那我們從這一層 抽出來 它最後Output 會是多少Dimension 那可以看到 它是8乘8乘32 320個Dimension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再經過 這個 這邊的DW Convolution 其實就是 就是它 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把我們的網路模型 再疊更深 那這邊 就都是 Convolution Bench Normalization ReLu 它把它疊起來的 然後再加一個 Residual 它有一個直通通道 可以做一個 殘差這樣子 然後這邊 Convolution 也是基本它的一些 Function 就是也是Convolution Bench Normal 還有ReLu這樣子 那 在這邊的時候 它的 就是我們這邊 抽出來的最後一層 抽出來的 我們要 從這一層開始 Trainning的這一層 開始往下接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接完之後 它的Shape 是多少 它的Dimension 還是8乘8乘320 那再經過這裡 經過第二次的DW Convolution 的Function 然後還有一個 Convolution 那它 抽完之後 在這個 YOLO Convolution 3這邊 它的Dimension 還是8乘8乘320 它這個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把我們的網路疊更深 但是它Dimension 其實還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那最主要是我們的 這個YOLO MAP的這個Function 這個關鍵在於這邊 那我先執行一下 等一下再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的Dimension 出來就是一個 8乘8乘6乘7 那這邊7是Bench Size 那 主要是這個6 我們剛才講 我們輸出要6個資訊 我們要做6個Predit 所以這邊最後 會輸出一個 6個通道出來 那這邊在做什麼勒 我們用 從這邊來看 它這邊 這邊其實就是先做Drop Out 再做Compulsion 那主要是這邊 它把 這邊它是已經輸出 6個通道 它再把6個Channel 把它一一拆開 一一拆開完之後 這邊是45 就是不是45的時候 會做這裡 做Sicmoid Function 那其他就是不便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講的 長寬 長寬我們不做Sicmoid 其他我們都要做Sicmoid Function 這樣可以嗎 那再把它接出來 那我們這邊就是最後 就是我們的YOLO Map 那這邊就是大家可以理解嗎 有問題嗎 那我們繼續喔 那做完之後 我們就是要做我們的Loss Function 那我們的Loss Function 我們剛才講 我們這個X 這是 X是我們的X座標 還有Y座標 那我們這邊看到 它就是一個殘差平方合 相減在平方 所以我們X座標跟Y座標 是一個殘差平方合的Loss 那在這邊 它的原始的高度跟寬度 其實有做一個開根號 那我們剛才講 我們的Log 我們會有取Log 所以它這邊其實原本的話 它是沒有做Log 然後它在做裡面 先開根號完再做一些處理 那在寫的話會比較麻煩 因為這邊是負號 負數的話我們不能做開根號 所以這邊其實我們的長寬 長寬的預測 Loss Function 我們也是用一個殘差平方合就可以了 這樣OK嗎 那這邊的C 這邊的C 就是我們前面的 講的這個 是不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Positive 就是有這個東西的話 它是用 就是也是用一個殘差平方合 那這個是Negative 就是沒有的地方 我們也是要做一個殘差平方合 大家先記這樣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Class 就是我們要做 它不是皮卡丘 它也是用一個殘差平方合 這樣 我看一下 我好像講錯了 下面是用Cross Entropy 類別的部分是用Cross Entropy 這樣可以嗎 那 前面這邊最主要的關鍵是在這個 它不是物件的時候 不是這個物件的時候 它要給它一個weight 這樣可以嗎 要給它一個參數 那這個參數的話 我們假設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是一個7x7的 一個 高階的特徵圖 那我們在這邊 它是Positive 它是E 那其他部分都是0 所以 這樣子會不會有 類別不平衡的問題嗎 那這邊就是要 在這邊的浪打部分 就是要給它一個很小的數值 這樣可以嗎 那這邊前面的 這個位置跟寬 X X座標跟Y座標 或是長寬的部分 它這邊要給它做一個修正 那這邊的修正 要給它一個很大的數值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層次 它這邊就是NSE Loss 還有一個 Cross Entropy Loss 然後這邊 它把全部 這邊是先把基礎的Basic Function 寫在一起 然後再把它堆起來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怎麼做 這邊 我們剛才講 NSE Loss 然後 這是殘差平方合 這邊它有給一個浪打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浪打 的超參數 要讓它去學習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 CE Loss 也有一個浪打 那也是這邊 那主要是在這邊 Euro Loss Function 它這邊 我們有Input Data 就是Predit的結果 跟Label 然後這邊都會去做一個 去做Loss Function的學習 那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它 4E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 要做性輕度的時候 它是不是東西的時候 它會在這邊做一個 CE Loss 做一個Forture Entropy 那它是1 它是Positive的時候 是質詢這一個 那它這邊是一個浪打 乘以一個weight的數值 那它是Negative 就是它沒有東西的時候 它是乘以一個1 那我剛才講 我們這邊是不是 這邊是要乘以一個很小的數值 那其實這邊是一個 相對比例的概念 所以 它這邊是固定是1 我們這邊原本說 它給它很小 那它放大成1 那這邊就是 讓它乘以幾倍 假設這是0.1 然後把它變成1 這邊要乘以10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 老師在這邊寫的時候 是這樣設計的 所以這邊 Positive 這邊的Positive 是一個浪打乘以一個weight的數值 那 它不是 它是Positive 它是 它沒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只有 只有乘以一個1 這樣可以嗎 然後 其他的部分 就是 就是 所有X座標跟Y座標 還有長寬的部分 就是用 我們的殘差平方合 那 這邊也有一個浪打 這就是這個浪打 OK 這樣可以嗎 一樣 這邊在做的時候 它也是把它拆成 6個通道 它先做 我們是6個通道 所以它直接先把它拆開來 然後 一一去做 處理這樣 那我這邊有 然後 這邊 這邊就開始去看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把我們前面的Model Arc T-shirt做好了 但是我們現在要去看我們的 Trending Data 或是我們Label要怎麼處理 那我先給大家 再執行到這邊 然後 順便拿個便當 讓大家去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繼續 那 大家就是已經把我們的皮卡丘的檔案下載下來之後 就來讀我們的檔案 那 先來看一下 圖管檔案 你的皮卡丘的圖 它其實是一個64位元的資料格式 這樣子 它不是我們一般的像素 之前你們看到的 那樣的像素 那再來是我們的 Trending Bus Info 這邊就是我們的 就是類似我們要給 給那個Model的資訊 但是它只是前面的 上下左右的邊界的位置而已 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 這邊是 左邊的位置 假設 這是Current Left跟Right 就是 這邊的位置 跟這邊的位置 還有Button Top跟Button 這個 Raw Button跟Raw Top Top是這邊 它的 它的 就是我們在標註的時候 我們拉框 拉完框的時候 它的資訊 就是長這樣 然後 再來是我們的 Show Image 那如果我們的 你們的資料格式 都是這樣的 一樣的格式 那你們之後 在做研究 或是實驗的時候 那 這個Show Image Function 就可以直接做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第一張圖 假設我們存我們的第一張圖 那這邊 因為我們是645位元 所以我們要把它還原回來 要再用一個 RAID.jpeg的 函數 我們先看一下 它轉換回來 轉換回來 就變成我們 有沒有看到 這樣的 array的一個像素的 格式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 Dimension 那它的Dimension 就是256x256x3 那這邊有一個Training Bus Info 就是我們的 第一張圖的 它的一些資訊 這樣子 然後 執行一下 那就可以看到 它 就可以在原本的Pikacho上面 拉一個框 那是我們的訓練資料 那我們把我們的 short grid的這個 參數 改成True的時候 這老師已經幫你們寫好 可以很明確的看到 它的相對位置 每個位置大概在哪裡 這樣可以嗎 那接著我們這邊有幾個 Function 我們有一個IOU Function 就是我們上一節課 我們講到我們 如果有很多框的話 我們要用一個 非極大抑制法 來選我們最後的框 要是什麼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比較困難的是 Encode Decode 跟Decode 那 等一下這邊就大家執行一下 然後 我先來 讓大家講解 我們不是說我們要幾個資訊嗎 假設這是原本 然後這邊有一個人 我們給他 我們給他的框的資訊 是這樣 我們的資料 剛才不是這樣嗎 上面的位置 還有下面的位置 還有左右 所以假設我們這邊是 我們的圖挖 我們先從講 我們的圖挖 我們的圖挖 我們的圓點都是在中間 我們的圓點在這邊 大家有意識 有知道這個概念嗎 我們的圖挖 我們所有圖 我們在程式上 讀出來的圓點在這邊 所以它的像是這樣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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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邊 越往下的話 它就是越大 這樣 那假設我們這邊是 0.7 好了 然後這邊是 0.2 然後這邊是 0.3 然後這邊 這邊是 3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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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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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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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的相對位置 X座標跟Y座標 那我們是把它變成三格嘛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想像的圓圖 然後把它放大成三倍 這邊就會變成 這邊就會變成 三 這樣圓圖把它變成三 所以這邊的話 0.4跟0.5是 這裡的距離跟這裡的距離 那我們現在把它放大成三倍 就是0.4乘以3 這邊變成1.2 這邊變成1.5 這樣可以嗎 那這一格是 我們是 我們是要選 它的 這一個位置 就是0.12 就是1嘛 所以就是直接選它的小數位置 這樣可以嗎 1.2跟1.5 就是先把它放大成三倍 變成1.2 跟1.5 但是我們要相對的座標 我們要取這邊當0.0 所以我們直接把它取 小數位 這邊就變成0.5 所以我們X座標跟Y座標 就會是 0.2跟0.5 X跟Y 到這邊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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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太快 那如果我們現在已經取到我們X座標跟Y座標 我們現在要我們的長更寬 我們的長是這裡相減 相減之後 它這邊是0.4嘛 然後這邊是0.4 但是我們要再取 0.4 我們要再取 0.4 還不是取 0.4 所以我們X座標跟那個 我們的長寬就是這樣算 把這兩個相減 然後 要再乘以3 要是乘以3 所以是1.2 1.2再取 0.4 可以嗎 像我們的Incode 就是這樣做 然後這邊就是 給它一個E 它是什麼 它有沒有這個東西 是E 其他視頻 然後它類別是什麼 也是給它E 這樣Incode會嗎 那Dcode的話就是把 我們原本的框 它會 它最後會是 那樣的資訊 再把它轉回一圈 原本的 原本的 這個 這個的資訊 我來執行給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這邊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邊是 呃 它的位置是4.6 第4格的第6格 所以它中心位置在這裡 然後我們剛才講的 它是不是 是不是個東西 這邊填1 其他都是0 然後 X座標跟Y座標 我們也是填在這裡 然後其他也是0 然後X座標跟Y座標 我們的Incode 在這邊 我們剛才講 我們是相加除以2 它的中心位置 然後再乘以它的Grid 就是它要幾個方格 這樣 然後最後 這邊有一個 取最大的值 就是把 取巧數 其他就是不要 它取它的小數位置 這樣子 然後 這邊剛才講的 這邊是相減 它的長寬是相減 然後放大 然後再取log 這樣可以理解 可以看得懂這邊的 這個Incode Function 可以齁 那這邊 你可以看到下面 就是 就是第四格 跟第五格 就是我們的長寬 然後第六格 就是皮卡丘 這個類別的皮卡丘 它這邊的位置是1 那假設是在 假設我們有 有車子在這裡 那 會有一個 那個 第七個Dimension 這邊有的第七個通道 然後在這個地方 會是1 比其他是0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 這邊 看一下喔 然後再我們 Dcode回來 Dcode回來 就變成 我們原本的 上下 上下左右的 位置的資訊 可以嗎 就是一個 Incode跟Dcode 解碼跟編碼 這樣子 然後再 把我們的Dcode 把它填到 Show Image 那 基本上 它還是會是一樣的圖 我清掉 這樣它還是會是一樣的 這邊跟剛剛上面的 不太一樣喔 這邊的是 Restore Bus Info 這邊是 這邊是 原本的 Subbus Info 不太一樣 這邊是 原本它的 Label的資訊 那這邊是 先 Encode完 再Dcode回來的 的 資訊 這樣子 到這邊可以嗎 那 我們在 接下來我們如果 我們了解 我們 的 Ecore 我們就要寫 我們的 Iterator 的話 我們的資料很少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 Data Augmentation 那我們在做 Data Augmentation 這邊只有用 老師這邊只有用 兩種 一個是 做 水平翻轉 這樣翻轉 左右翻轉 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是 Random Corp 那 因為我們 我們做 翻轉之後 皮卡丘的位置 就是比較改變 它的位置就變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有做 處理 就是原本 我們的 這邊的資訊 還有做相反 這樣子 還有做翻轉 然後再來是 就是Random Corp 的部分 那Random Corp 這邊就是比較 比較 麻煩 在程式上 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 大家就是 如果之後 在用的時候 就是直接套上去 就可以了 那 如果你的 長寬變小 或變大 那它的比例就會不一樣 那它的比例就會不一樣 所以你在 做Random Corp的時候 你要把它做 做回來 要把它 把它變回來 這樣子 那 你處理完你的 BusInfo之後 才會進到你的 Encode 才會是你的Label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的Iterator 就是 實行下 好 我們寫完 我們寫完 Iterator之後 我們要 Check一下 到底寫的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一樣 跟從上一節課 都有強調 我們如果要 Check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個方式去 Check 那我們先 執行一下 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 我們的資料 我們的Label 跟我們的資料 那我們選第一筆 然後 這邊在做資料處理的時候 還記得我們是用MobileNet 所以我們要再做回來 然後 因為它是Encode的 它先Encode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Dcode回來 然後去看一下 我們的資訊 那 可以看到它的Dcode回來 就變成這樣 然後 再來看我們 Show Image 可以看到 那我們可以試著再去執行一次 看它有沒有做翻轉 這樣 翻轉 它就在程式上裡面 就有做一些處理 這樣 到這邊可以嗎 然後 寫完 我們這邊 這邊有幾個STOP 就是補充值的Function 那這邊的補充Function 就是 基本上就是 我們的Log 就是我們要看我們每一代 我們訓練多少Loss 然後這邊可以自定義 就是我們要看幾代 要顯現你的Loss的值 等等的 所以這邊 前面我都先執行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可以開始訓練 那我們是用Pretrain Model 所以我們要做轉移特徵學習 那這邊大家應該要很熟 我們就是把我們前面的Wake 先填到一個 我們的架構裡面 然後才去做訓練 然後這邊的優化器 是用HGD 這樣子 那我就開始執行這樣 好 那它就開始在Train 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只訓練一代 因為課程關係 那我們就是訓練一代 那等一下我們就是 呃 我們就是前面的程式 就是讓它Wake 然後 如果大家就是 去下載這兩個 這邊也是已經訓練一百代的 一個Model架構 然後大家去 去改一下它的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Model 先前面的程式 先訓練好 然後訓練好看能不能執行 然後如果能執行的話 我們在Pretite的地方 我們改成 我們用這個 已經訓練好的Model 去做預測 那給大家一些時間 這樣子 那我們的練習就是 用我們的Varidation 去做一個Pretite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的Varidation的Data 那這邊是隨便先選 一張第三張的影像出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我們Show 那它是我們的Varidation 它的標準答案是這樣 那我們如果是用Pretite咧 Pretite咧 這邊就是要一樣 我們的Image 要先做一些處理 然後去給它做訓練 給它做預測這樣子 那我們一樣執行看看 然後你們剛剛在這邊執行的時候 這邊應該會有出錯 那這邊出錯的話 要先 因為前面這邊 我們訓練完的Model Model 是有Lost的 所以我們這邊只要選到 YOLOMAP這邊的 Function 要選到 這邊 所以 要改成這樣 它才可以做預測這樣 那 預測完它 它會長這樣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取證 然後 你們可以看一下 呃 我試一下 它大概會是在 這邊的位置 它會有一個最大值 就是 大概是在這邊的位置 它會有一個最大值 這樣子 然後那個會是1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就是 再抵扣回來 它會去根據 這邊的位置 選一個最大的機率 然後去抵扣回來 所以它這邊抵扣 它就會 所以 這邊看到它抵扣是 它這邊 它Cut point 是0.5 那我們把它射小一點看看 那它都是沒有東西的 代表是它其實沒有 預測得很好 因為我們只有訓練一代 那只訓練一代 它可能就沒有很好 那如果 我們用 我們老師已經訓練好 100代的 這個Model Picaccio的Model 我們去做 一樣再去做Predit 那這樣就會有東西了 那我們這邊改成0.5 這樣就會有東西了 然後我們再去改它去做Image 就是ShowImage 那可以看到它這邊就會有一個預測這樣 OK 那我們練習 練習大概就到這邊 那 我們做YOLO 我們做物件識別 就是我們上次有講到 我們做物件識別 有一個叫做NAP的一個評估指標 那它全英文名就是 Mean Average Precision 那這個就是物件識別 在用一個 的一個評估指標 去看哪個Model 比較好 就像我們之前做Classification 的時候 我們都會做一個 ROC 這樣子 去看哪個Model 比較準確這樣子 那我們的Precision就是在 在 我們就是做繼續學習的話 我們習慣叫Precision 那其實在醫學上 它就是一個 Positive的Predict Value 這樣子 那Average Precision的話 就是在 每一個Record之下 就是所有的Precision的平均值 那Record是什麼呢 在醫學上 我們就是叫Sensitive 就是敏感度的部分 那它就是去畫 就是每一個 鋁扣下的Precision的一個客服 然後去算它的一個機率這樣子 不是啊 算它的面積 這樣可以嗎 那在物件識別啊 它的就是我們 就是某些情況下 我們降低 鋁扣它反而會提升Precision 但是我們就是 不能選一個 較高的鋁扣 當做一個切點 那我們常常是 在 預測的時候 會是一個 實際上是這條 藍色線 但是 我們在這個 同樣的鋁扣下 我們為什麼要選一個 最低的Precision 我們是不是可以選一個 最高的 但是我們會根據 這邊 右邊 如果你的右邊 比它高 我們會把它拉平 就選這邊 右邊最高的位置 把它拉平 然後去算它的 那個 面積 這樣可以嗎 所以 在這邊的話 我們的物件識別 它的物件是 Aggred Detection 它就是 就是NAP的 大概原理是這個樣子 那這邊其實都已經把 老師都已經把我們的程式都寫好 那我們只要去看一下 假設我們這邊有四個 物體 物件 然後 它的 Credit Value 就是你的機率 然後還有真實的 答案 1跟0 然後去算它的 NAP 那我去這邊執行一下 那 這邊有一個 除以4 我們是算平均 所以要除以4 那因為我們這邊是做皮卡丘 只有一個物件 所以它其實只有1 這樣 那這邊是範例 這邊是 這樣算出來是0.55 這樣 那 我們如果知道我們的NAP 那我們要怎麼決定 我們到底怎麼樣才叫做準確 那我們是要去看一下 我們拉的框到底怎麼樣叫做 它的機率到底是多少 我們就去算 我們重疊 真實的 假設是綠色 那 預測出來 拉的是這個紅色 那我們去算它的重疊的部分 然後去處理它的總總 就是我們IOU 我們一般都會用0.5當一個threshold 就是那個 預值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 那個 我們剛才predict出來 我們的IOU 就是 NAP算出來是0.422 這樣子 那看起來好像 預測還不錯 但是其實它根本沒有預測到 因為我們的IOU是要0.5 那其實我們在 它其實是蠻嚴格的 這個IOU 這個 東西 其實在 它是蠻嚴格的一個指標 但其實你去看 我們其他的物件識別的一個model 它的 看一下裡面 我們是用 如果是用YOULO V3的話 它的NAP是57.9 看起來蠻低的 但其實它在 預測效果的時候 就已經是 就蠻好的 可以看一下 1 2 1 2 2 2 1 2 3 2 4 5 4 5 5 6 4 5 嗨 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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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在用YOLO V3 雖然他的IOU 就是他的NAP看起來是57 但其實他預測效果其實蠻靠的 就是他其實拉的就蠻準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其實他的評估指標其實蠻嚴格的 但是他的數值雖然看起來小 但其實蠻準的 這樣 那接著我們就是要把 我們的就是NAP算法 跟我們的IOU去做一個結合 那我們去看一下 假設我們一樣用 剛剛的那個 方式 用剛才的範例 就是假資料去做 那他一樣 如果我們把 看一下喔 他有一個這個方式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去改這個 把它改小的話 他就會變 如果 Threshold 變比較小的話 他算出來就會變比較大 那我們的練習二 就是 去把我們剛剛 就是訓練的Model 然後去Predit 所有資料去Predit 然後去算一個NAP出來 那到這邊可以嗎 那我們練習就是 把這個程式碼貼起來 然後我們用的是 老師已經訓練好 的Model 然後如果 切起來的時候 我們去執行 那我們可以看我們的 AVG Precision 就是 高達89.6% 那 就是蠻準的 因為我們的任務 就很簡單 只有一個皮卡丘而已 所以我們的任務其實 是比較簡單的 如果做其他任務 可能就沒那麼高 那 如果我們 執行完之後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 Predit Bus Info 就可以看到 他這邊 他有幫你算出 我們的IOU 跟Probability 這樣子 這邊是 我們預測機率吧 然後還有IOU 那我們就把這兩個拿出來 去做一個 NAP的 就是 計算 這樣子 好 那我們計算完之後 就是一個0.86 的一個 數值這樣子 那就是因為我們用 皮卡丘這個任務 比較簡單 那如果用其他任務的話 可能就不會那麼好 這樣子 那再來是 我們要講一下 我們還可以再做 哪些修正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 回過頭來看一下 我們知道這邊是我們填1嘛 其他都填0 那是不是這樣子 正樣本跟負樣本 假設我們是 呃 八成八是六四 所以這邊是 一格是正樣本 其他都是負樣本 那這樣會不會有 Oversampling的問題 會不會有 類別不平衡的問題 那如果我們要類別不平衡 呃 呃 邱一宏我們之間怎麼做啊 老師今天用類別不平衡 怎麼做 怎麼做 蛤 蛤 少數 如果我們是正樣本 一個是1 一個是10 我們是在抽的時候 讓正樣本變成10 抽14 讓model看的比較多次 那我們是不是就解決 Oversampling的問題 但是我們 我們一張圖就是 已經固定好 看一下 我們一張圖就已經固定好 1在這邊了嘛 我們要怎麼讓它變成64 這做不到嘛 所以我們在做 物件識別 就是 Aggure Detection的時候 我們不會這樣做 Oversampling 那我們會在 其他地方做一個修正 我們會在 我們可以修正的部分 是 改我們的Lost Function 那我們在上學期 我們有 有教一個就是 那個 差距boost 一個 規定 就是 極限提度下降的部分 那它用的是這個方法 那就是 它除了用這個方法 但是 它用這個方法之後 就是 其實程式不是不太好寫 那我們 後來 何凱銘加入他們的團隊之後 有再提出一個 Focal Loss 去修正它的Loss 這樣子 那 所以我們這邊 原本我們的 我們的 一些 類別預測 或是有沒有這個東西 是用 Cross Entropy 那它用的就是 它改成Focal Loss 其他的都還不 其他都不太便 它只有加了一個 E-Pi 然後 它的 γ四方 這樣子 那這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們是正樣本的話 我們這邊是一個 P比較大的 它這邊是不是接近於E 這樣可以嗎 接近於E 但是這邊就會讓它比較小 這邊是 這邊接近於E 可是這樣就會比較小 所以它讓正樣本看的東西 學的東西 學的東西 讓它變小一點 那如果是副樣本 我們是副樣本 那這邊一樣會比較小 那這邊會比較小 那它在這邊的時候 是一個比較小的 然後 我們是正樣本 這邊是大的 所以這個P是大的 因為接近於副樣本 那這邊會變得比較大 這樣可以嗎 我可以講一次喔 這邊是讓它的LOG 這邊讓它變得比較小 如果是副樣本的話 它這邊是比較小的數值 那這邊就會變得比較小 接近於0 那這邊就會慢慢讓它變大 這樣子 在釋放的時候它會變大 這樣可以嗎 那 正常來講 我們的 我們的藍色 假設我們是用藍色這個 它在學的時候 如果是比較接近正樣本的時候 它是不是學的比較多 讓它學的比較多 那 在 副樣本的地方 它可能就學的會比較少 它的Loss值會偏大 所以我們要讓它的 副樣本的地方 學的比較多 這樣可以嗎 所以它在γ這邊會設的比較大 讓這邊的如果副樣本 它這邊就讓它的Loss值 越來越變得比較小 所以它學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這樣子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 我們其實就是這邊 只要在我們的Cross Entropy這邊 加上了這個 1-Pi 然後在γ次方 所以我們這邊是 這邊是原本的Cross Entropy的Loss 那其實它只有在這邊 加了這一串這樣子 那它其實改的就很 改動其實不多 其實一點點而已 那再來是我們 除了改我們的Cross Entropy 那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去改我們的NSE NSE是一個殘差平方核 這邊有一個次方 那我們是不是還有一個NAE 就是取絕對值 那 公英我們如果是做NSE跟NAE 你會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一個是取絕對值 一個是取平方這樣 公英有沒有想法 如果我們是在正的話 確定不會好 正的話 看一下 再來如果是 如果是在常態底下 如果我們做NSE 那我們取平方的話 我們做微分會比較好微分 那如果是做NAE的話 其實這兩個沒有一個 誰比較好誰比較好的 誰比較差誰比較好的問題 那我們在NAE的部分 如果是接近於0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接近於0 如果是NAE是這條黑色線 如果是接近於0 它的斜率是不是0 可是它改動一點點的時候 它斜率就馬上變1 然後這邊馬上變-1 那是不是它的斜率馬上跳太大 跳太多 那如果是原本的平方的話 它原本往這邊一點點 它可能斜率只有變0.01 那這邊是-0.01 可能就這樣一點點而已 所以它變動可能不會那麼大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 我們可以保留前面 前面平方的這一點 這塊平滑的部分 然後後面 它這邊後面的部分 就是它就是兩個混合在一起 然後保留 保留這邊NAE的部分 所以它在這邊有一個 Log Cosh這樣子 所以這是這條綠色線 它希望接近於0的時候 它有那個平滑感 讓它的斜率不會跳動那麼大 但它的就是其它X的值的時候 就是其它機率的值的時候 可以讓它Log Cosh是1這樣子 讓它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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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學長差的時候 怎麼會那麼大的調整這樣子 那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在物件識別的時候 我們如果用NSE 如果物差太大 其實它修正就太多 所以 但是我們其實 在做我們IOU的時候 我們只要錯了一點點 它其實就是錯很多嘛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 不用讓它懲罰那麼多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就是 在比較 就是我們在物差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不要讓它懲罰那麼多 但是我們在接近於0的時候 斜率接近於0的時候 我們又要保留它 原本一點點的斜率這樣 不要馬上跳成-1或是正1 變動太大 變動太大 所以它就把這兩個做結合 就叫我們Log Cosh這樣子 那 我們的Log Cosh它的定義就是這樣 那我們的Cosh就是一個 1的X次方加1的-X次方這樣子 然後再除以2這樣 那 這樣要怎麼改勒 那我們的NSE NET裡面 其實就有一個 呃 Cosh的Function 所以其實 只要加這一行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變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邊再取Log這樣子 所以我們Log Cosh就是 改成這樣 那我們的練習3呢 就是把我們前面的Log Function 就是原本的Cross Entropy 跟NSE改成Vocal Loss 跟Log Cosh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AVG Precision 有沒有提升 我們要改的地方啊 就是Log Function 那這邊 Log Function在這裡 原本是這兩個 NSE跟Cross Entropy 那 我們的U2 Loss直接改掉 那他其實就只有去 改裡面這裡 其他地方都一樣 那我直接 然後我們從 就是從頭再執行一次 讓他Training 基本上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後面就沒有帶大家做 然後再來是 前面都講的是YOLO V1的部分 那從這邊 第四節開始就是講YOLO V2 還有V3 那V3 就是 V2的話 我們上次有講到嘛 我們的SSSD 有做 有一個Ankle Bus 就是我們可以多一個 Output的輸出 那 在 YOLO V1 我們這邊只有一個 Bunding Bus 那我們是不是在這邊可以多一個 多一個 幾個 不同比例的框嘛 假設我們是 我們這張圖 我們這個 這個圖 它原本 它可能大概是 2比3 那 假設有一個 有一個車子 可能是1比5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多設計 不同的一個 框的大小 就是不同比例的一個 Scale的CM 讓它去學習 那我們在選的Bunding Bus 我們上次講 我們是按照 那個 物體的大小 如果物體越大 我們先做 然後再來是 第二個 我們就放物體 第二大的 那其實在這邊 寫寫程式上 可能會比較困難 所以就是說 我們可以根據 我們 拉出來的框 我們在標註的時候 我們拉出來的框 給它一個 分群 然後去看 這一群要 用哪一個框 用哪一個 另外一群用哪一個框 像這樣子 我們剛才講 就是 人的話 我們可能 用3比1 汽車的話 可能用1比5 那我們要看一下 就是 我們每一次 我們的訓練的資料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 就是 NN 就是 K-Means的方式 去分群 假設我們有很多個 資料 我們有這些資料 然後我們要 做 我們這邊有一個 9個 代表是我們 有設9個群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就是 根據我們的 training data 我們分了9群 那不同的 不同的 分群 我們就是有不同的 長寬的比例 或是大小 然後它的rank 是排第幾 這樣子 然後1 2 3 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剛才那個bounding bus 我們要設在哪裡 假設是這個的部分 我們的bounding bus 就給它1 這樣子 就是放在第一個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分群圓的效果 我們分群圓的效果 就是畫成圖的話 那可以看到 紅色這個部分 就是它的長寬都比較小 那它是用在 如果我們長寬比較小的話 它可能就是用這個 紅色的比例的 這個 這個ankle bus 這樣子 那如果是 藍色這個 如果它比較 寬可能是 比較 它可能比較高 所以它就是 稍微窄 但是它比較高 它寬高度 比較 比較高的話 我們用的就是 藍色這個scale 這樣子 那如果是 比較大的物體 我們就可能 就是用這個 粉紅色這個物體 這樣子 粉紅色這個scale 沒有的比例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就是 根據我們的 我們剛才分群之後 我們再重新 做一個 的一個 資料處理 那去給 我們的皮卡丘 如果你的scale 你的物體大小 是在哪一個區塊 我們就給它一個 RANK 跟 這個bunding bus 在哪裡這樣 那它執行就是這樣 那其他其實 都不變 有變的話 可能就是這個 buzz 還有多的這個 給它一個scale 這樣 那在 當然 如果你的bunding bus 有改的話 你的 encode 跟decode 也會去做一個 調整這樣 我這邊就不執行 那 這邊的encode function 跟decode 方選 就會是用我們 就是這邊 它這邊是 這邊就會是用 已經 修正過後 就是多了encode bus 這個 方選 的資料 去做一個encode 我們就不會是在用原本的 因為你的scale 已經變了嘛 你的不同scale 你的encode 會不一樣 你的decode 也會不一樣 那如果 你們之後用的 用之後練習的問文 或是什麼的 如果你的是用euro v2 以上的 可能 都是用這個的 方選 那 基本上你的資料 其實不太變 那如果你的資料 一模一樣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 方選 那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其實就是 這邊就是用 修改過後的encode function 跟decode function 一樣再去show image 那 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圖 可能就會稍微再準一點點 那 這邊我們就不做了 那 大家就是 如果回去的話 就好好去看一下 這兩個 鋁法 那裡面都有寫好這樣子 那 yolo v3的話 就是我們多了一個 金字塔的結構 我們之前講 上一堂課講 他多了一個unit 那 大家可以去 就是有 可以去挑戰 或是練習一下 就是去改 因為我們yolo v1 能改的 其實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這些 然後是慢慢能動的 能修正的 就是剩下 我們的arch teacher 可以去做 一些調整 讓我們的yolo 會越來越好 這樣子 那這次老師自己 自己就是 寫出來的 一個 yolo v3的一個模型 那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個圖形 他的巨人 就是他有標註是人 反而是主角 他可能就是 沒有標註起來 那可能 因為我們用的 資料 在訓練的資料 我們的人 都可能是比較胖的 所以在 在這個 進級的巨人 我們看到 如果巨人 比較肥一點 他可能就會 拉得出 拉得出框 他可以預測出來 那 可能主角的話 就預測不出來 這樣子 那 我們基本上 我們課程就到這邊 那 如果是 自費生 如果未來想成為 演算法工程師 就是 就是 要做 object detection 是一個 baseline 一個 scale 因為 外面的市場 就是 你如果是做一般的 classification 可能不太夠 那 那現在就是 外面的市場 基本上大家很熟 就是自駕車 那 大家可能會 市場上 會比較需要這些人 那另外 物件識別 還有做一些 瑕疵檢測 人臉識別 都會用到object detection 所以就是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 演算法工程師 就是object detection 是一個 base 的 scale 這樣子 那 課程就到這邊